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戴口罩 从现在开始对规则的遵守将由警察严格控制 并且他们可能会比以前更频繁的对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法规进行制裁 根据首席医师的说法 方式很简单 遵守规则的人越多 越能减缓病毒的传播 秋季假期在周日结束 从周一开始会有超过一百万名学生重返校园 最近几天您可能还看到军队在各个建筑中进行消毒工作 也包括M1电视台 上百名军人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行动 在整个欧洲 学校能够开放多长时间是一个难题 例如德 法或英等大国已经决定 如果不关闭学校 对儿童 父母和经济的伤害就会减少 于周一公布的数据表示 薛亚利在一天之内有70人死于新冠 这是期间为止最消极的数字 在死亡的患者之中 有一名28岁的男子是否在感染之前患有其他疾病还无从得知 欧洲疫情的数据愈加严重 根据一个最新的数据表示 薛亚利每百万人中被感染的人数仍为欧洲平均水平的一半 外交部长表示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防疫方面提供突破 诺瓦克考讨林表示 政府将在周二和周三决定应对流行病的下一步措施 并且还经在决策中考虑老年人的意见 部长于周一参加了老年人理事会的会议 他强调说 政府现在正在权衡 其在春季第一波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引入的每项限制措施 可以肯定的是 明年初政府会开始将第13个月的工资 重新建立到养老金的体系中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薛亚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佩戴口罩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